大家好 我知道今晚大家的主題是用5分鐘分享開心事 所以我也想用少許時間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第一就是看我的開心事 讓大家看看 我的韓國貨到了 我們會開聲直播的 我們會開聲直播的 我會抓住我的 我的小孩是非常熱愛 所以他們每次看到這些商品就說要開箱 我都很建議大家可以多做開箱文 因為我有一次跟朋友BBQ的時候 他們真的說得出有些什麼 我想是他們看得太多我的Live 所以大家可以多做一些 第二就是我今晚跟了另一個朋友 他是去年10月開網之前已經加入了 一路就back and forth 又好像不太想做 今天剛才6點的時候 跟他在銅鑼灣 再談多了一次 了解他多一點 就是中級銅鑼灣發生了什麼事 其實這個朋友自己也有病的 所以他中間有些時候 為什麼他會消失了呢 原來他真的去了做大手術 但是我都把我們之前學的東西 都用在他身上 譬如我也有問他 其實你的夢想是什麼 他最初都說 其實我打算多一點時間可以陪小朋友 我說什麼叫多一點時間 什麼叫健康 你究竟要用多少錢 他自己就開始 他昨天也跟我說我真的沒有想過 我今天跟他見面的時候 其實他就開始說多一點 我都希望 無論是不是艾多美 都可以讓他看到一個更好的將來 當然大家可以在艾多美的路上 就更加好 因為其實很簡單的 我也有跟他說 如果你想要開一個咖啡店 然後有多點時間可以陪小朋友 那你的咖啡店又要有盈餘 那你有沒有想過 你有什麼方法可以做到這件事呢 其實我都幾相信 如果你去打工 你是不會可以做到這件事 就是你要儲到錢 開一個咖啡店 然後有盈餘 可以照顧小朋友 但是他自己有這個想法的時候 其實他都 原來自己也有想要去讀 ERB的那些咖啡店 那些課程 所以其實 當真的有一個夢想的時候 有很多事情就會導航 就會慢慢發生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小看自己的夢想圖 自己的夢想版 真的要多點看著 然後再去想回 即是以忠為始 再去調轉想那件事 那我覺得 這件事我們自己學了 我們都可以真的去 嘗試一下跟我們身邊的朋友去分享 因為 我們這個九月升職群 真的不是那麼容易 我們大家可以 整天都會有 但是學而致用 可以 所以今天呢 就跟他講了一次的申請 跟他再高敷了一次 他自己的人生規劃究竟是怎樣 那我都希望 可以真的可以 去再做多些 在艾多美的爐上 大家再一起 即是攜手一起跑 那這個是我今天的開心事 其實我上個星期呢 都稍稍休息了比較多的時間 那因為其實真的 現在每一天都真的充息著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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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 那很多也都在艾多美的事上面 那當然也都有一些其他 即是家事各樣東西 那今個禮拜呢 又開回Turbo去沖了 那就是一早早現在 起床呢 很多時候我就會習慣 就是 拿本書看 因為其實現在都很早起床 有些七點多鐘就自然會醒的了 那哪怕之前那晚是幾點鐘都好 即是七點多鐘就會醒了 那就會拿本書看 那我現在就看回這個 我們這個六四二系統 那這個六四二系統呢 我是覺得真是 夾一記住記住 一定要看的 因為有很多Sumi有講的東西 或者他還沒cover到的東西 大家都很值得在裡面看 那我都是整本書 真的highlight了很多的了 那不是很喜歡看書的人 都記得要看回 阿飛哥的Live 即是飛哥都有講過 在Facebook都有講過這本書的東西 那當然都是一些精華 所以大家記得一定要看 那現在我們很多時候 就是去 我們叫ABC法則 或者叫STP 那這些是什麼來的呢 其實書裡面都有講到的 那夢想版這些都會有講到 那我們複製是很重要的 所以當你認識了之後 記得記得 是要複製給你的朋友 給他們知道 那做不到100% 就自己再繼續聽 盡量給他們的時候 都可以完結完美 因為 再跌下去的時候 就越來越少了 所以最好的方法 一定是 帶他去我們一心團隊的產品展示房 當中我們都很好 有很多朋友都去過 那 期待我們整個團隊可以大爆發 那Pennie很快又可以回歸了 那這個一定是開心分享 Pennie就可以回歸了 稍稍等一等 那五分幾鐘了 那我都要停了 那祝你們繼續加油 那我一會兒 有機會我就盡量和你們 好 拜拜